好,再来我们看加减消去法的第四题 它说利用加减消去法解下列各二元 一次连离方程式 好,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2x加3y.3 然后3x加5y.4 那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跟上面那一道题目第三题又不太一样 哪里也不太一样 第三题是我只要把其中一个式子乘以2倍或3倍或几倍 就可以把它变一样 那你来看看 这里是2x这里是3x 乘以整数倍好像没有办法变成一样 好,那这里是3y,这里是5y 乘以整数倍也没有办法变一样 那当然你可以乘以分数倍 比方讲这乘以3x 2分之3倍它就会变3x 可不可以,也可以做 但是有一些同学他不喜欢处理分数 那怎么办,那你就只要调整 怎么个调整,两个都调整 好,那怎么个两个调整呢 比方讲假设我要消去x项 那一个是2x,一个是3x 它的最小公倍数是6 所以我就把这一个式子给乘以3倍 然后这个式子给乘以2倍 这个时候就会变成6x加上9y 这个9 会等于33也是9 好,第二个式子乘以2倍 就会变成6x加上10y 会等于42的8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取名叫14跟24了 好,你看这6s是不是一样就可以抵消了 所以我们就用24减掉14 6x就抵消了 剩下10y-9y 所以剩下y 右边的8-9 就会等于-1 因为是24-14 所以是8-9 不是9-8 那y等于-1做出来 那我们就把它代入 你要代入1424也可以 但是因为那已经乘过了 所以我把它写代入34好了 因为他是没有乘过数字比较小 代进去2x加3y就会变成2x加上3乘以y y算出来是-1 等于3造超 好,2s造写 3乘以-1 就会等于-3 加上-3就是-3 会等于3 把-3一向过去变加3 所以2x就会等于3加3 也就是6 除过去s就可以算出来是3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写答案 x会等于3 然后y会等于-1 好 同学们我们做完这一题了 那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题跟刚刚的题目 什么不一样呢 刚刚的题目是 只要一个式子调整就好了 现在变成两个式子 一个要乘以3 一个要乘以2 这个也是调整的 但是他是双个 两个式子都要调整 所以我们叫双调整 两边都要调整 这样才能够去相加或相减 消掉其中一个未知数 他做法上是一样 只是多一步 因为两个式子都要调整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目 试试看 第二小题要说 4x加3y等于15 5x-2y等于13 好这是第一个式子 这是第二个式子 我们把它命名好了 那你来看 x的部分一个是4x 一个是5x 要变到20 那y呢 一个是3y 一个是-2y 只要变到6 那当然我们挑数字小了嘛 所以我把第一个式子给乘以2倍 第二个式子给乘以3倍 变到6就好了 这个时候整个方程式就会变成 8x加上6y 会等于15乘以2就是30嘛 那第二个式子整个乘以3以后 会变成15x 减掉6y 会等于乘以3以后是39 好那你看 一个加6y 一个-6y 你如果把它相加以后 就底下了嘛 所以咧 我们叫这个叫34 这个叫44 好 所以我们就把34咧 加上44 相加起来以后 8x加速x 会等于23x 加6y-6y加起来就底下了嘛 30加上39 就会等于69 除过去x 就会等于69 除以23 行算应该可以算得出来就是3 那x等于3 不够啊 我们还要求y嘛 所以我们就把它代入1 不要代入34 代进去也算得出来答案 但是数字搞得太大了 容易计算错误 所以我们就把它代入14 x等于3嘛 所以原本的4s加3y等于15 就会变成4x x已经算出来是3了 所以4乘以3 加上3y等于15 造超 好 432 加上3y等于15 减过去耶 所以3y就会等于15-12 算出来是3 所以y就会等于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写答案了 x等于多少 刚做出来了 x等于3 然后y做出来是多少 1 这样就解完了 好 做完这两题 同学们你应该可以了解 像这样的题目呢 它是两个式子都必须要调整的 那这个就是双调整的显格题目 那 讲到这个地方 其实加减消去法大致上已经讲完了 但是后面有一些比较进阶的题目 我们再研究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些加减消去法 比较进阶一点的题目 好 首先我们来看第五题 它说 利用加减消去法 解二元一次连离方程式 长成这个样子 看起来就很乱 为什么看起来很乱呢 因为等号的左边有x 等号的右边也有x 等号的左边有y 等号的右边也有y 看起来就很乱 没有办法处理 那像这样的情况 我们大概第一步 通常都会先把式子整理的干净一点 那怎么个整理的干净一点呢 就是把有x跟有y的集中到等号的左边来 然后 所以这一个要过去 然后这个也要过去 然后常数项就移过去 所以这个就要搬过去了 好 那我们来搬搬看 原本的式子长成这样子 那我们把它搬过来 这个2x加5y没有动到 所以照抄 那这个-x一向过来变加x 加3y一向过来变-3y -3y 然后右手边的13没有动到照抄 这个-10一向过去变加10 好 这样就搬完了 那第二个式子呢 我们来搬搬看 第二个式子把这个6 翻过去 加2y翻过去 然后呢 加10翻过去 好 这个时候整个式子会变什么呢 8x没有动到照抄 然后-3y没有动到照抄 6x翻过来变-6x 然后加2y翻过去会变-2y 然后就会等于-19没有动到嘛 然后加10翻过去会变成-10 好这个时候式子我们就搬动完了 把有xy集中到等号的左边 没有xy的常数呢 集中到等号的右边 好简介下来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2x加x就会等于3x 加5y再-3y就会等于加2y 会等于13加10 就会等于23 好第二个呢 8x-6x剩下2x 然后-3y再-2y 就会等于-5y 常数项呢 -19再-10 就会等于-29 好 这个时候式子整理干净了 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差不多了 好 我们就把它取名叫一式 这叫二式 那怎么办呢 你看喔 这是3s2s 这是2y跟-5y 一样要调整嘛 所以我们就把第一 一个式子乘以2 然后第二个式子乘以3 然后把它变成全部都是6x 这个时候呢 式子就会变成 6x 加上4y 会等于23x2 就会是46 整个式子乘以2倍 它才会保持相等 好 第二个式子乘以3倍 就会变成6x 3x 减掉15y 然后就会等于-29x3 9327进2 928 328 326 3927 进2 326 再加2等于8 所以就会等于-87 好 这时候我们整理出来的式子 这里已经是6x6x 可以抵消了 我们给它取名叫34 这叫44 然后我们就把3 3-4 好 6x-6x最底下就不要写了 那y呢 4y-25y 要用刮刮刮刮起来 房数项目部分就会变成46 减掉负的87 一样 好 4y-15y 会负负得证 加起来就会变成19y 就会等于呢 这个一样负负得证 46加87 就会等于133 133 133 没有错 好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除过去 所以y就会等于133除以19 我们来除看看是多少 133除以19 用7 79 63进6 77 加6 等于13 原来除出来是7 所以y就会等于7 这时候我们还需要x 那怎么办 34数字比较大 所以我们当然代入12就好了 那代入1 代入1以后 这一式 原本长成这个样子 3x加2y等于23 但是y我已经算出来了 所以他就会变成 3x加上2y y算出来是7 所以就会变成2乘以7 然后呢 等于23招操 好 3x加2y等于23 那y已经算出来了 所以把它带进去 所以3s照写 2714 然后会等于23 把14移向过去就变-14 所以3s就会等于23-14 算出来就是9 3s等于9除过去 x就会等于9除以3 也就是3 这x也算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答了 做出来 x等于3 然后呢y等于7 好 我们回头来看一下这道题目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也没什么不一样 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他给我们的题目有点乱 那我们必须要先整理一下 就是把有xy的移到等号的左边 没有xy的常出效 以及到等号的右边 多这个动作而已 其他道具上来讲都是一样的